索尔斯科亚终于还是下课了 而C罗回归曼联后才踢了13场球 就又送走了一位主帅 其在尤文的三年里 每年都送走一位主帅 但在不少人眼里 只要C罗所在的球队输球 获得冠军无望 他们大多认为 球队和主帅配不上C罗 不知是不是这种惯性思维和舆论的声音 影响到了C罗所在球队的选帅呢 或者 必须要以C罗为核心舰队的要求和思维 是不是也影响到了球队的整体能力发挥呢 可在C罗未到尤文之间 人家可是联赛连续六年夺冠 欧冠也是进入四强和决赛 更是八强的常客 但C罗来后 老夫人的成绩却搭不如前了 这四年里 C罗已成了一个类似中锋的角色 全队在攻防上 都要尽力为C罗一人为秉才行 而C罗的功用 主要就是强点射门 但真正的中锋 需要起到战装的作用 要发挥作为 箭头的支点作用 能持球 能传球 如果能高位逼想更好 但显然 如今的C罗在这方面的功能 已退化了很多 正因为此 球队的中场及前场队友 就得付出更多 在攻防两端的整体上 就会因C罗的存在 受到一些影响了 对于曼联的换帅 金球奖在中国的唯一媒体评委 洛明评论称 这次没请孔帝也是对的 性格有问题 长步了 别折腾了 而且据说 孔帝不想要有市场价值的球星 这还了得 对于网红球队 财路不能断啊 显然 洛明所称的市场价值的球星 以及网红球队等 显然就是指 太过注重商业价值的曼联 正中之巨星C罗了 当然 这并不是在否定 C罗现在的能力与状态 要知道 在C罗回归曼联的13场比赛里 9场联赛和4场欧冠 他共有9球2注 个人数据显然仍极为抢眼 但曼联全队的成绩 却随之大幅下滑 C罗在印钞 9战3胜1平5负 胜率仅30% 当然 C罗在欧冠中表现较好 共4战2胜1平1负 C罗还打进了5球 并多次成为关键先生 可另一悖论也同时出现 两 即C罗回归曼联的13场比赛中 他本人打进9球 但是 曼联其他队友 却总共只打进21球 C罗回来后 他的个人数据是上去了 但全队的进球能力 却大大下降了 但足球这项集体运动 不可能总是 以一己之力解决战斗 上赛季亚军的曼联 只输过6场 本赛季C罗来之前 曼联则是三战两胜一平 C罗回归后9场联赛 已输了5场 且多是惨败 这说明曼联存在着 严重的攻守不平衡 对此 洛明还如此分析到 左摔下克 还是没解决 攻守平衡的问题 就说这场对沃特福德 双后腰 一个带伤的麦克托米奈 一个男友当年勇的马蒂奇 如何防得住 以往风格保守的拉涅力 大胆发动前场逼抢 把曼联防守打爆 这时很怀念受伤的凯瓦尼 凯瓦尼真的很重要 进攻能垂开进区 为其他前锋开路 C罗进5球 4球为与凯瓦尼搭档时攻入 防守时 能第一时间 逼抢对方进攻组织者 减缓对方进攻 即便其他内来曼联 但如何解决好 网红球队曼联阵中之商业价值 巨大的巨星C罗 与全队的攻守平衡问题 显然都是一大棘手的事 如今快要37岁的C罗 赞眼化为 只为射门而生的 不完全性质之中锋后 他不像无辞的凯瓦尼那样 既能背身做球 还可以架炮围墙 为队友创造机会 且还能第一时间高位逼抢 减缓中场防守压力 再加上C罗还不愿意接受替补 又要拥有无限开火权 则曼联如何做好攻防平衡问题 就仍是一大难题 毕竟 所率的曼联 本来是走年轻化道路的 但C罗到来后 本被视作曼联新一代 进球机器的年轻人格林伍德 很快就武功全废了 C罗来之前 轻目三场三球 C罗来后 他只有七场一球了 其实 这跟C罗去了游文后的三年里 原游文第一射手的迪巴拉之命运 就极为相似了吧 原创评论 余说还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